你知道航天测量船上都吃些什么吗 你知道航行几十天食物如何保鲜吗 近日记者跟随远望七号船上厨师 探访了这艘远洋科学巨轮的厨房 远望七号此次出航 共储存了60多吨食材 其中蔬菜有50多种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保鲜 普通冷藏 氮气保鲜 特制冷冻蔬菜 出海的第一个月 船员们吃的主要是保存时间较短的 冷藏新鲜蔬菜 一个月后则以氮气保鲜的蔬菜 和冷冻蔬菜为主 去年有一次我们出海45天 没有进行任何的蔬菜估计 我们到矿岸为止 仍然有新鲜的蔬菜 肉类的保鲜也主要通过冷冻的方式 远望七号冷冻库的温度 在零下十几度 储存了各种肉类 此外虽然身在海上 但船上所吃的海鲜 也要在岸上采购后 储存在冷冻库 远望七号的冷冻库 是全船最冷的地方 而全船最热的地方 就要数后厨操作间了 由于船上禁止明火 后厨使用的都是电力加热 船上的食谱是根据库里食材的情况 进行制定 每顿饭有五个菜 两个主菜 两个半荤菜和一个素菜 菜式一周七天不会重复 由于颠簸 在船上做菜还具有一定危险性 海浪是船晃来晃去 我们厨师在炸的东西的过程中 容易被烫倒 所以说穿长袖子保护自己 远望七号24小时处于航行状态 夜晚也有职业班的船员需要吃饭 因此船上每天要做五顿饭 十一个厨师轮番上阵 保障着全船两百多人的伙食 每天几乎从睁眼忙到闭眼 那么船员们对他们的劳动成果 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色香味俱全 品种挺丰富的 吃饱了以后 有更好的精力去工作 感谢观看